把这个肉酸可以多放点 既增加香味又增加个酱香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满足村饼 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首先呢取六两面 烫上二两水的面 看看这样 满满一勺25克 两勺 这个水呢就算是90度的水 烫水的是够了 少加上这盐 放盐的给个底口 加上 酸粮 凉水 和面 好了这就够了 上下翻拌 没有干面了 就可以揉 揉成光阀的面团 这样就行 有点包包冷冷的 饧放呢 20分钟中间有两次 肉丝呢给7两 六两肉料 八两都可以 你自己随便定 我这是八两 这样啊 包厚 最好能让它一致 咱们在家呢可以不像我这么切啊 你直接把这个肉动一动 动的切 能好切一些 把这肉呢放到水盆里 洗一下 准备上浆 必须要上浆 洗的目的呢 就是让它吸收水分 然后再开始用蛋清 制嫩 这个水分不用挤得太干啊 就这么压一压就可以 少许的盐啊 加上点酱油 上一下子 生抽 一个蛋清 把这个肉丝 将拌的 翻粘 然后再加淀粉 滑溜的啊 我这么拿你看啊 不往下滴的水 非常滑的 这就可以 现在呢 给它加上淀粉 给上15克至2克啊 就可以 这些 25克的水 把这个 干淀粉稀释开 然后呢 拌均 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在饭店的话呢 这个淀粉都是提前泡的 咱们用不了那么些 看 这样就可以了 别离离拉拉的 弹水 看一下温度 哎 这样就可以了 就来看一下 这个温度呢 就是 去 下锅 然后呢 调成小火 炸至金黄色 太好了 好 看啊 现在就好了 看看这个颜色啊 除了这个颜色 咱们看一下 金黄色 才可以啊 哎 这不叫炸土豆丝啊 这在人家这个皇宫这个厨房里叫炸金汁 来 来 咱们看一下啊 加上油 这个是三层的油温啊 把这油丝 划开 这一层一抖 它自己就出来了 这个加上酱除了要红色才好 所以呢 我加了个底色 它这个油丝都直流的 这就是标准 好了 来 咱们开始 开条下劲啊 这样 我这是油了散遍的了啊 看看 这一拉就能开 这个饼呢 比那个饺子那个劲儿稍大一点就行 朋友们看啊 这样就行 把这小劲儿 饼剂子 也叫饼坯子啊 用这个 擀面棍 给它 擀成 小饼 大小都这么大啊 然后呢 这样 把油那抹均啊 要 刷均 然后 上面还可以 找打上点薄个面啊 这么一摞 你看非常简单 放到 盘子里 盖上盖 醒放个五六分钟啊 就可以 松弛上 五分钟 八分钟 十分钟 都可以啊 先这么样 这材材 这材太薄啊 哎 这样就可以了 哎呀妈看呀啊 头一锅少刷上一点油就可以 可以,压后就不用刷了,看一下啊,半分钟,再来半分钟,看看,鼓了,鼓了就是好了,翻过来,贴一下。 这个薄度还可以,再翻一下,一共六张,一张要比一张好,非常软。 先让它变下白,最好变一下啊,这个香味就上来了。 看看,这个糖度,非常好。 锅里加上适量的油,酱,甜面酱。 这个酱要炒的,口要重一点,颜色要重,口也要重,也就是说,烧的咸一点。 现在呢,把又分,压进来。 来点生抽。 来糖。 少,哈,两个这么些,大致是三十五个糖。 这是淀粉。 味儿筋。 下火。 把火关掉啊,加点香油。 好。 好了,这些就可以。 这一圈,能除了点油,味标子。 看看这个金汁,啊。 。 少放上点黄瓜丝。 一样来一点,少放一点香菜。 把这个肉丝可以多放点。 既增加香味,又增加个酱香。 就少不了这个酱香。 哎,这才对呢。 看看。 必须这样,这样卷上才好。 看上得有食欲,里面卷的啥都能看到,那个感觉才好。 。 嘴一张,直接就没了它一半。 金汁的焦香,入口的脆。 再加上酱的酱香味,回口带个甜,吃得非常的舒服。 方便的话,可在家做一段。 咱们这个满足村饼的制作方法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敦味光碳。